大家好,我是Gin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椰香乳酪松饼 这款松饼松软香酥 口感类似司康 但比司康又酥松 做下午茶或早餐都很不错 140克牛奶倒入大碗中 打入一个鸡蛋 搅拌混合 再加入50克融化的椰子油 椰子油可以用黄油代替 但本人感觉椰子油更香,更健康 再筛入220克低筋面粉 25克糖 1.5小勺的泡打粉 用刮刀和匀所有的材料 不要过分搅拌 或至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烤盘里多刷一点椰子油 将面团先分出三分之一部分 把这三分之一的面团均匀地放到六个妈粉杯的底部 用勺子整理一下 让面团基本平铺在底部 分别在上面放一大勺草莓味的奶油奶酪 再把其余三分之二的面团放在最上面 草莓奶油奶酪可以用原味的奶油奶酪代替 具体的调制方法可以参考我上一期的视频 全部放好后整理一下表面 放入烤箱180度烤25分钟 烤到表面部分金黄就可以了 时间到出炉了 好香啊 刚出炉的松饼摆到架子上放凉 这款松饼外部香酥内部松软 加上乳香十足的草莓乳落馅 真的是太好吃了 温热的状态口感更好 你们也赶快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订阅吧 我们下次再见